這個《茶經》的方式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原因是因為首先在《聖經》中圖示了1、2、1、2 有時不是1、2,有時是1、2、3、4 你知道是對比 有什麼好處呢? 有時有些人看完《經文》蒙茶茶 因為第一,不看習慣書 第二,很多東西都說了 看完之後,忘記了它說什麼 好像很難應用 在很多年之前,我初信主有多久之後 有一次團契請了一個聖經工會的人來 他講到這種分析聖經的方式 他叫我們將一段經文寫開有幾個點 有幾個重點、有幾個次點 就是重要的點和次要的點 我們當時的答案是亂七八糟的 有人說到有四點、有人說到八點 有些人說到很多點 即是他因為逐點、逐點什麼都查開了 而那個人後來他就示範給我們看 我接著那個看法就是 真的好啊 這樣我就可以明白聖經 接著我就將我本聖經 開始這樣寫了 1、2、3、4 有幾個重點 譬如說聖靈的果子 9兩即是9點 就是有些對比 寫1、2 那後來我自己就加些墊水 我便加一些等號 我還有一個等號 即使是沒有和你說的 有個等號 其實你自己可以想到什麼符號都可以的 但過程我就變成一個經文很清晰 其實我不單止一本聖經 我是好幾本聖經都這樣記錄過 我記錄過之後 我現在看任何經文 我都不需要記錄 我一往內已經知道他講什麼 很快去分析到 這就是我覺得 是我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一個很大的幫助 同時也有一個方法 就是發揚神屬性 所以我兩天都會做的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 用這方法一步步逐步提升 首先我不用這些一語一語 就這樣口說 大家看著經文 我們再讀一次 羅馬宣八章十三節 這次因為你已經讀過 讀得慢一點 將它吸收一下 思想一下經文 看看這次和初頭看有沒有分別 一起讀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 必要死 若靠著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 必要活著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 不是牢伯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 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靜 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 便是後智 就是神的後智 和基督同作後智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首先看經文 每一節我去解釋 首先 第一十三節 就講到對比 就是什麼 對比 順從肉體和靠著聖靈 這個本來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看到一二 就很簡單 但有些人看完 就覺得 肉體聖靈 肉體聖靈 神的兒子 好像很亂 我現在將它編排 首先 原來有些人 順從肉體 跟著肉體 聖經所說 是聚性情的 聚性情 跟著聚性情 活著的時候 後果是死亡 如果靠著聖靈 來致死 他身體的惡行 這個身體就不是指 肉體 是指聚性情 如果靠著聖靈 治死 他的聖情 就會活著 所以這是一個對比 是不是一個對比 一個對比 一個對比就是什麼 信和肉體 就是死了 而靠著聖靈 就不只是靠聖靈 而靠聖靈之後 會處理生命 就是治死身體惡行 這樣就會活著 而聖經講到活 是講到永生 這個由聖經 適經 我們適經的時候 用全本聖經 聖經講到活 是講到永恆的生命 永生 所以第一點 就是講到 跟從肉體 跟從聖靈的方式 而跟從聖靈 一定有自死身體的惡行 所以 信耶穌 是否只是信 是否只是信 不是只是信 接著會自死身體惡行 會處理生命 建立和神的關係 好了 接著是十四字 凡被神的靈引導 都是神的兒子 因為上文講開聖靈 接著下一節就講 我們要找出那個關係 因為我這次不想太複雜 所以我就沒有問你 十三和十四節 十五節有甚麼關係 我就不講那麼多 如果講得太多 你可能會太複雜 好了 因為上文講開聖靈 所以下文講聖靈 就是相連 靠聖靈自死惡行 接著他就下一節說 原來聖靈 是會引導我們 會帶著我們 那帶著我們做甚麼 十三節說甚麼 十三節說聖靈會做甚麼 帶著我們做甚麼 自死身體惡行 因為自死身體惡行 都要帶領 例如帶領我們 如何有情緒 如何有罪 如何與人相處不好 聖靈就會指引我們 如何知道我們被聖靈引導 這是生活性的 我們如何知道聖靈感動我們 聖靈會提醒我們 你犯了罪 跟微信很明顯 微信犯了罪 譬如說出貓 出貓成功 很開心 很開心 被老師捉到 就會後悔出貓得不夠技術 出貓成功 很開心 過了班 今次可以做了高財生 很開心 但信了主之後 心很不舒服 雖然出貓成功 回到去很辛苦 每天不斷辛苦 結果每天要跟老師說 對不起我真的出貓了 他認錯一個重生的人 就會這樣做 原來聖靈會帶領我們 都是神的兒子 我想問大家 哪個是因 哪個是後果 哪個是先哪個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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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神帶領 和神的兒子 哪個是先哪個是後 神的兒子 先會被神帶領 所以 箭嘴是反過來的 神的兒子 就會被聖靈帶領 所以 回應十三節 靠著聖靈 自死信領惡行 那些人是知道 我們有聖靈引導的 而這些人 我們知道 我們是神的兒子 有給聖靈引導 我知道 我是神的兒子 這樣是不是會清晰 信頌肉體 就死了 你可以看我 我將兩節總括 三節總括 這樣你會很清晰 信頌肉體 就死了 信頌肉體 自死惡行 分析完後 很記得 靠著聖靈 不只是靠著聖靈 自死惡行才是 不只是聖靈充滿 不只是有聖靈感動 會自死 這樣就會活著 而這些人 你怎知道有聖靈活著 就是有聖靈引導 的人 就有聖靈在內 有聖靈在內 這個人就是活著 因為他有神 和他在一起 然後 十五節再解釋 是甚麼靈 我就會看原文 有些人會說 我不會原文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懂英文 你現在這個世代 實在很方便 我們以前買的希臘文書 一本本 希臘文的字典 是有這麼厚的 現在你上網 你找 如果你有興趣 你告訴我 你傳我的WhatsApp給我 我就會傳給你一個link 怎樣有一個 希臘文和英文的聖經 對照聖經 如果你懂英文就可以了 還有它還有一個 叫Strong's Number Strong 這個人名叫Strong 它將希臘文和希伯良文 全部編了數目字 用四個數目字 來編排 例如Pneuma Spirit 用G4151 G就是代表希臘文 H就是Hebrew 就是既約希伯良文 每一個字都有編號 你只要上網找G4151 又加一個Greek G-R-E-E-K 就是希臘文 你寫G4151 Greek 你給它一支 這樣你就會找到它的解釋 以及在聖經裡面出現 即是你第一看到經文裡面有哪個字 你不用那個字查 那個字查很久的 但我就看到這個勞伯的心 到底是說那個心 因為什麼呢 我一看原來它發現不是準確 是應該是勞伯的靈 就是勞伯的靈魂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時候靈寅派有時候說 這個人有勞伯的靈 這個人有憂傷的靈 這個就是勞伯的靈 這個就是勞伯的靈 到底是說這個勞伯的邪靈 進去裡面 還是這個勞伯的心靈 因為下面那個兒子的靈 那兒子的靈 是有兒子的聖靈進去 還是他的心靈有兒子的心態 你覺得是哪樣呢 我再講一講 釋經有時候要做一件事 我要判斷A和B 我用一個普通人的例子 普通人的例子 大家會明白什麼叫釋經 譬如有一個人寫一封信給一個儀聖 她說 我愛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然後她收了一封信 即是什麼呢 她一定要解話 她到底是什麼喜歡我 她是 我喜歡你 如果有一個人喜歡你 你會不會解話 看一看 她是什麼喜歡呢 到底弟兄姊妹喜歡 朋友喜歡 一定是愛情的喜歡 你會不會想分別 一定會 你要分別 這個人在追求我 還是不是 你分別到 你可能會查證 這個分別就是釋經 她寫好信 她說我喜歡你 你要解釋 到底她是友誼的喜歡 是普通人的喜歡 還是男女的喜歡 同樣經文 我們都要去釋經 就是這個奴兒子的靈 可能有些人說 你這麼細心 我就告訴大家 當我這麼細心查證 我就在聖經發掘很多好東西 你發覺我講到 經常都會在聖經裡面發掘 而你發覺 為什麼這麼多好東西 為什麼以前看不到 其實都是你可以查到的 你可以學到 其實我在神學院 我們怎麼做呢 老師一上課 然後就拿了一本 希臘文聖經 那時候不准用 就是英文和希臘文對照 因為現在我介紹的 就是英文和希臘文對照 因為普通人不懂希臘文 那時候不是的 我們每個都要拿著 希臘文的聖經 上希伯萊文堂的 就要拿希伯萊文的聖經 是全部沒有英文的 然後他就逐個字 逐個字讀 一路解 一路分析 一路分析 我們就養成一個習慣 我們看到什麼字 我們就會留意 當我一看到 盧伯的心 我就查查原文 原來是盧伯的靈 我又會想 到底這裡是指 有種邪靈叫盧伯的靈 又有個兒子的靈 還是怎樣呢 因為兒子的靈 是不是 聖靈也有一些兒子的靈 有一些女兒的靈 有一些喜樂的靈 是否這樣分析 你得到喜樂的靈 你得到兒子的靈 是否這樣分析 聖靈都一個 聖靈會說 這是喜樂的靈 你收到喜樂的靈 你又收到悔改的靈 不會在神裡面有豐富的各方面 所以兒子的靈 是指到 我們可以有兒子的心態 有我們的靈被更生 我們有兒子的心態 真的好 我爸爸很疼我 我很享受爸爸 那種就是兒子的靈 所以對比的時候 盧伯的靈 應該不是指到有個邪靈 叫盧伯的靈 而是指那個人的心態 好像奴隸的心態 即是以色經 分別到底是盧伯的邪靈 還是盧伯的心靈 而我覺得 從經文應該是盧伯的心靈 好了 這個對比 就是說 我們收的不是一個奴伯的心靈 即是不像奴伯的奴隸 那樣的 認救害怕的 因為做奴隸是很害怕的 因為做奴隸 糟了又要做什麼 又要做什麼 他會很害怕 而且你沒有做什麼 又會害怕 但是我們收的是兒子的靈 那我們就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箭嘴 後果會有什麼 用阿爸父會叫爸爸 即是說這個 有生命就有行動 這些就是我習慣分析的 他有這個兒子的靈 他就會呼叫 這個就是後果 他會叫爸爸 譬如敬拜的時候 你可以跟大隊 爸爸 主耶穌 但是這個所說 就是他的心靈裡面 會湧出感謝神 就會呼叫 爸爸 爸爸 很開心 假設是用人的說話形容 我講到很多時候 都會用人的說話形容 神的說話 因為神的說話是深奧 所以用人的說話 用人的例子 譬如這樣 有個小朋友 當失路 不知道去哪裡 或者被人拐了去 不知道去哪裡 後來有一天 他見到爸爸 那他會怎樣 他會怎樣叫法 我想問大家 他叫得怎樣 很大聲 很興奮 很真心 他會不會 好像有些人 爸爸 會不會 他會不會 很真心 很興奮到不得了 這個就是個果子 他會呼叫阿花父 我會留意每一個字 他有這個兒子的心靈 他就會從心底住 好像小孩子 當失路 見到爸爸 那種呼叫 很興奮地呼叫阿花父 這個果子 然後 這裡就是對比 原來我們受的靈 是一個什麼靈 聖靈在我們心中 會帶給我們一個什麼靈 第十六節 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聖靈 這裡就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十六節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是神的兒女 有兩個證據 是哪兩個證據 告訴我們 聖靈和我們的心 一起證明 證明 我又看看原文 原來意思是見證 即是有見證人 見證 他就見證 原來聖靈和我們的心 一起見證 我們是神的兒女 聖靈如何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他給我們平安喜樂 有安慰 有動力提醒我們不要犯罪 提醒我們親近神 然後我們的心 如何見證 我們真的會說 我真的信耶穌 我真的幫著耶穌 我真的需要耶穌 所以有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感動就是外來的 怎樣叫分外來 這也是適經的 因為他有講到聖靈和我 兩個是不同的 即是說兩個來源 我自己來講 怎樣分別這兩個來源 有時候很簡單 有些事情我們很想做 譬如有一個人 他見到一個異性 很想追求 很想跟他有關係 但聖靈說不好 他聽到會不會很歡喜 他明明喜歡這個人 聖靈說不好 好 當然是不肯 不肯 很明顯這兩個聲音 一個是聖靈的聲音 是跟他的意念相反 有時候不一定相反 譬如我很想全福音聖靈感動 我去做什麼 我應該是認同的 但有時候會相反的 我們有時候會不聽話 不聽話的時候 我們的意念和神的意念是不同的 聖靈提醒我們 我們好分到聖靈的聲音了 而我們的意念 我們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會很想聽神的話 但有時候也不想聽 所以分到兩種聲音 在裡面 就會告訴我們 真是我們是神的兒女 所以其實 我們發覺 連幾節都是雙年 一直雙年來 接著 第十七節 還說還有什麼好處 我們的子女 還有什麼好處 做子女 不僅是做子女 還做了繼承人 繼承產業 而且是怎樣的繼承產業 是神的後製 我用人的說話 如果你爸爸是李嘉誠 如果 李嘉誠說 我現在要分家產 你會不會 例如李嘉誠 假設說 今個星期幾 我們所有的子女都在一起 我要分家產 那些子女會怎樣 有什麼重要約會 他一定取消 一定容許 他分家產 李嘉誠分家產 也這麼重要 神分家產 是否更加恩愛 我們很興奮 神的產業給我們 我待會再回去 這個產業是什麼 既然是子女 就是繼承人 那是什麼繼承人 是神的繼承人 不是李嘉誠的繼承人 是神的繼承人 還有一個 在原文聖經 有很多次用一個同 下面有 看到一同一同嗎 我看到幾個一同 看到嗎 這個在希臘文是很特別的 它就是用一個 英文字 英文字三個字母 就是syn syn 它在原文是syn 大家知不知這個英文字 synthetic 有沒有聽過這個英文字 synthetic synthetic 是什麼意思 synthetic 就是合併 synthesis 原來這個同葬 全部都是後製加個syn 我們是和耶穌一起做後製 我們和他一起承受 我用了圖畫 我們經常想到耶穌很厲害 我們現在和耶穌一起做後製 譬如說 有一個人說 我是某某人的同學 但有另一個人說 我是 愛因斯坦的同學 是不是很特別 愛因斯坦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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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同 現在我們和耶穌一起做後製 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神的後製 又是和基督一起做後製 基督是否後製 基督也是後製 基督也是後製 我們也是後製 基督也是承受神一切的恩典 我們就一起承受 所以當你用心去研究 基督有的 我全部都有 接下來有一個後果 就是我們和他一起受苦 有些人不喜歡這件事 但是一同得名謠 而後裏有講到經文 跟著羅馬詩後裏說 就是我們現在所經歷的苦楚 我至暫至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好了 現在我就這樣 把那幾節的經文說出來 首先兩種人的對比 一種是順從肉體 那便死了 另一種是靠著聖靈自死身的惡行 便要永遠活著 所以有兩種人 那你願意做這種人 是靠著聖靈自死身的惡行 然後第十四節 那你聖靈 我是否有聖靈呢 那他便說 你凡是有聖靈引導的 你就已經是進入了 即是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尊貴的身份 很尊貴 你已經入圍了 你是神的兒子 而你是神的兒子 你就會有一個神的靈 這個靈是一個兒子的靈 不是真的 經常都說 我是被愛 我是被愛的 我是很寶貴的 這種心態 叫我們 很自動地 會呼叫阿爸父 然後十六節 就說 有些人都怕我 死得驚啚啚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兒女 那他就說 你倆的證據 你有否神的靈感動你 你的心 都認同我是神的兒子 我的心真的很想跟從神 那如果是神的兒子 既然上一節說 是的 你是 那就告訴你 有什麼福氣 就是你做了後製 後製 後製是什麼意思呢 後製就是承受產業 我想問你 基督承受多少產業 基督承受多少 很多 在以弗所書說到 他的愛 他的能力 那種極大的能力 他極大的智慧 他的策略 他是努力仇敵 他拿了仇敵一切的東西 所以基督有的 我們都一起有 有些人說 不是 我明明我都沒有 這就在乎我們有幾聽話 我們越聽話 我們就越收得越多 我們得到越多 你越聽話 你就越有智慧 譬如我的教導 都是神給我的 這種釋經方法 都是神透過這個老師教我 然後我就一邊查經 我查經之後 我就一路一路建立到這種查經的方式 讓我這個查經 是真是很深入而又簡單 簡單的就是 寫一二一二就可以做得到 OK 好 那我就想 做一件事 先講到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 這個經文 讓我先給你看圖 神的屬性 即是在經文背後看到神的屬性 第十三節 神的屬性是永生的 神有永生 你跟從祂 自性惡行 你就有永生 神很想將這種生命給人 你想像一下 一個死的人 其實現在都有 這些神的屬性 喂喂喂 聲音沒有了 喂喂 喂喂 這裡是甚麼原因 沒有了聲 忽然間這些 喂喂喂 OK 好 例如你 看著一個死人 然後耶穌叫他 他就起來 他就起來 拉撒路起來 神的生命就是這麼厲害 我們可以有這種生命 而現在真的有人 是奉耶穌命 是叫死人復活 所以我們知道 神就是生命 祂有生命 祈給我們 只要我們靠著耶穌 祈死惡行 因為惡行 是會難阻我們 跟神的關係 所以神的聖情 就是祂的生命 和祂樂意給人 然後就十四節 就是神是知道前路 所以祂引導你 譬如駕飛機的飛機師 他會說 今天去哪裡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到時到後 我會告訴你 我去哪裡 祂會這樣說 祂一定會知道 這條路 我才會帶你路 神已經知道 你的路是怎樣 我們的生命 可以發揮到什麼程度 每一個人發揮不同的 但不要緊 神給你一定是好的 每一個人不同的 神知道 所以這個屬性 神知道前路是怎樣 祂接著帶你去那條路 祂又很樂意帶你 祂又能夠帶你 祂會跟你說話 是說到你會聽話為止 你一直聽話 祂慢慢一步步引導你 但十五節 神是一個很樂意 被人覺得很舒服 被愛的這種心 祂不是要你做奴隸 神是想人做子女 開開心心 輕輕鬆鬆 享受 什麼的恩典都有了 然後 在神內是很害怕的 以及很開心福教阿爸父 第十六節 聖靈會confirm 祂不會讓你猶疑惑 你有沒有聽過人拍拖 經常在說 好像今天又不找我 他已经没有找我几天了 有没有听过拍拖的人这样说话 我们又吵架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又生了我呢 但是圣灵永远都不会这么做 他永远都不会令到我们担心 我们现在跟他有没有关系 他永远都会证实给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 他一定知道他是得救的 因为他会继续感动他的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他令到人很肯定 他都有能力传递给我们 第二 为什么要知道神的属性呢 我们就会有信心 神是有生命的 他会将生命给我们的 神会引导的 他在之前的会引导我们的 神是有很乐意我们跟子女的关系的 所以他就能够令到你好像子女 那么平安那么舒服的 神又会经常给你很肯定的 他会经常见证你的 所以你经常都肯定 他是一个令人肯定的神 还有神是有很丰富的礼物 是多到不得了 只要你听话 你就会向前走 我以前是想不到 我现在又变立这个复兴宣教事工 可以让我去到不同的地方 将来也有其他人愿意 真的卫生学到这个教导 我们都可以支持有人 可以去到宣教 将这个复兴宣教的教导一路传开去 这个就是神的公愿 是我想不到 就是我承受了这件事了 我承受了复兴宣教事工这个礼物 你们都可以一起承受的 我们都承受这些教导 我就可以一路去祝福人了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而神的属性最后就是 祂有荣耀的 虽然受苦短暂 因为世人都拒绝神 但是呢 我们有永远的荣耀的 这个荣耀也都带着神的爱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画的图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第十三节 我们信从肉体对比就是靠着圣灵 所以是1和2 对不对 1和2 对比这两个东西 信从肉体活着就会带来死 所以它后果就是会死 如果靠着圣灵自死身 为什么有A和B呢 因为你不仅是靠圣灵的 靠圣灵之后 我们钉死自我了 钉死自我呢 所以有靠圣灵 跟着会钉死自我 自死自己的恶行呢 就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会活着了 接着十四节 凡臂神的灵引导 都是神的乙子 那是哪有先哪有后 神的乙子 你有神的乙子 跟着你有引导 所以这个战虫导一转头 就是神经子带来这个后果 十五节 我们修不是牢牧的心 而是乙子的心 所以1、2对比 就是牢牧的心 对比和乙子的心 而牢牧的心带来什么后果呢 就是害怕 所以战虫子就害怕了 乙子的心带来什么呢 就会呼叫阿爸父 后果就是这样了 写1、2的好处 A、B、C这些战虫的好处 你会很记得经文说什么 目的就是这样 你记得经文说什么 否则是一脚漏 现在就会很清晰 然后就是十六节 两个人一见证 就是圣灵和我们 所以一、二 那就是见证 就是它带来这个后果 所以它战虫向后 见证我们神的乙女 既然是神的乙女 就是后治 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神的乙女 接着第二个观念就是后治 然后他会说是什么后治 所以我整个等于在这里 是什么后治呢 是神的后治 又是等于 又是基督同作后治 基督同作后治是不同的 是基督一起承受 我们一起承受 如果我们一起受苦 也都一起得荣耀 这个是战虫的后果 1和2 这个是神的属性 我们一起读一读 神知道罪会带来死亡 就是第一个会死亡 顺尽六体 接着 神有永生 祂持灵生 祂有永生 祂很乐意给我们的 圣灵能帮我治死恶行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信靠祂就可以治死恶行 接着 圣灵知前路 能够引渡 祂知道前路是怎样的 祂会引渡我们 接着 神一看出牢牧的动物 祂知道我们的痛苦 祂想医治我们 接着 神不想我们做牢牧 我将祂拆开几道 祂看出我们的痛苦 祂看出 所有未信耶稣人的痛苦 神信了耶稣也有很多痛苦 祂看出 祂不想我们做牢牧 接着 神取去巨牌 祂可以将这个巨牌拿走 然后神似仪类的身份 给我们的身份 神是丰盛 祂自产业 祂是丰盛的 而祂有封性 祂不就是祂自己有 祂会给我们的 祂赐给我们 神是荣耀 祂也都似荣耀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晰 我们就会能够记得 这个经文说什么 我刚才所说的 会不会令到你 容易记得这个经文 应用 就是说 我们是被 我们信重禄看就死了 信靠着圣灵自死 身体恶行 我们就会活着 然后就给圣灵引导的 就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给圣灵带领你的 就是由圣灵引导十四字的圣灵 然后就说到这个儿子 我们有儿子的心 有儿子的灵 呼叫阿爸父 然后我怎么知道是儿子 圣灵和我们的心同作见证 我们是儿子的时候 亦都是承受产业的 当你这样记得经文 你将来很久都记得 如果重复看 你会很久都记得 这个经文说过些什么 是不是现在有心一阴润点 还有有时你看完 虽然是几字而已 你看完后 一阵魂好像不太记得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耐性 其实我真的有很多耐性 我慢慢去研究 我不单单研究中文 我研究英文 我研究希腊文 去找那些研究 然后我就放在记忆里面 所以你看到我的经文 是很活用的 我随时可以说出来 就是因为我里面 已经很通透去明白 我希望大家有耐性 要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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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功夫 你回家查 我稍后会告诉大家 下一次的经文 《罗话书》 跟着八章后面的 十八节开始就是了 有几节呢 我要看一看 你给我开一开 圣经工具 我告诉他到哪一节 那你回家 你就查清楚 我就会传给你 凡是参加你的课程 你就把你的电话名 放在这里 我就会先传给你 你就这几天研究 你回家研究这段 再聆收 应用 然后你回家再次去 应用这个经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